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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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种精选港股是永达汽车3669 市场原本没有预期汽车经销商会受惠成用车减税政策 故此 上星期政策细节出台时 市场反应最为剧烈 一下就炒起板块 追赶汽车股升幅 永达汽车最受惠上海的解封和刺激措施 永达30%的销售点都是位于上海 而这些店铺4月和5月基本处于停业状态 故此相信上海在解封之后 无论是新车销售和售后服务 都会迎来强大的需求释放 同时 永达在疫情期间的经营效率保持良好 公司4至5月份新车毛利率较第一季持平 波根士丹利级与永达增持的评级 目标价是看15.5% 公司星期二就会随证 有兴趣收息而未持货的读者只可以今日追入 当然 随证后才买入也没有损失 甚至有机会在随证日波动较大时可以成功低级 假设星期一没有起跌 永达星期二随证后大约8.22% 可以留意7.7至7.8买入 上网10元 失手7元就要止蚀 第二只精选港股是中银香港2388 公司受惠 美国展开加息周期 加上它的独有优势 近期股价表现反复向好 中银香港较早前公布第一季业绩 表现亦获得献商给予正面的评价 例如高盛和花旗等 指第一季表现比预期好 综合献商预测的资料 预料中银收入 税前日利以至每股牌息等 今年至2024年都可以重拾增长之路 2022和2023年 预测PE分别是11.7和9.2倍 预测息率分别是4.4和5.5 中银香港上星期收报30.2 目前企稳在3月以来的上升轨 可以在30元买入 高盛和汇丰给它的目标价 是40元和35.5 跌穿27元便适而止损 美股方面和大家跟进麦当劳 股份编号是MCD 看麦当劳大家第一个想法 应该是便宜或者近期会想起姜桃餐去换贴纸 但麦当劳是一只长升长有股份 如果想找一些股份长期持有 他会是选择之一 麦当劳去年的表现是超越疫情前的水平 踏入后疫情时代再度布折 今年第一季的收入 按年上升了一成 去到56亿美元左右 好过市场的预期 当中直营店的收入 就是增加6.5%去到23亿美元 来自特许经营店的贡献是32亿 增长一成三左右 麦当劳的标志是全球化策略的象征之一 分店选址、产品质素和定价策略 以至品牌宣传推广各方面到位 吸引全球特许经营商接种而至 已经是长造长有的公开要缺 但要维持超过60年都不是容易的事 对投资者亦是一样的 股息率大约两厘 和美国债息比较 吸引力好像一般 不过麦当劳上市以来 股份已拆势达到12次了 自1976年开始派发股息 年年递增 足够有46年 正向股息王的地位进发 即是连续50年都增加牌息 如果20年前买入、持货到现在 股息再作投资 回报差不多有20倍 期间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17% 即是估值达到25倍市盈率 清不上抵买 但长线角度来看仍然有价值